大家好,我是首领保健专家和后营养师 随着疫苗开放年龄层逐渐往下施打 朋友圈也不断的更新分享消息 施打的状态或是即将施打 但很多人也会热心的告诉你 哦,你要施打了,赶快多喝水 多补充维他命C 这个不能中,那个不能中 真是如此吗? 这些常见的迷思让我一次告诉你 第一,打疫苗 不然病毒会跑出来引起血栓 疫苗施打主要注册是在肌肉层 揉了会导致局部红肿更厉害 严重会导致溃烂 所以与血栓无关 第二,施打疫苗前不能吃淀粉 施打疫苗前可以吃淀粉 均衡饮食并不受到影响 不能吃的是高油高糖的食物 这些食物吃尽之后 会在人体当中产生糖化反应 使得发炎指数上升 所以只要均衡饮食即可 第三,施打前要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C它具有抗氧化能力 并能维持呼吸道明膜的健康 但是在人体当中只能停留3-6个小时 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指出补充维他命C 可以降低副作用 第四,打疫苗不能运动 运动并不会增加身体的不良反应 但施打疫苗之后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 例如倦怠等 在身体恢复状况之后再运动即可 第五,打疫苗前后要大量的喝水 如果在施打前因为等待的期间容易造成口渴 只要适量补充250-300毫升的水即可 施打疫苗之后可能会引起发烧 而水分可以带走多余的体热,降低体温 所以在补充水分上来说 我们会建议以体重去做计算 乘以30毫升就是您所需要的饮用量 如果喝到咖啡及茶 建议再至少增加500-800毫升 以上五道常见迷失解锁之后 你是否有感到比较安心呢? 其实应该要建立的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障碍 只要你充分的休息 均衡的饮食准备好之后 轻松面对即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更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及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